每天吃一瓜,风皮结巴巴巴 最近有个大瓜在发酵,那就是甘名誉受损 被曝和有副之夫勾搭暧昧的胡连星又被曝出了跟异性裸聊的视频 联想到当年庞上感觉差点有机会和大华比高低的陈子航 也是因为被渣男,曝出裸聊视频素材后事业陷入停滞 所以线下也开始有瓜重异色胡连星后续的处境可能会比陈子航更惨 胡连星的这个视频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被AI换脸了 子弹还需要再飞一会儿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种视频即便是真的 只要当事人心太好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早年陈子航阿娇的事业确实是因为这些事毁于一档 但是近年来,譬如那个至多的富二代选秀咖 扣来扣去的李嫖虫 被毒鬼男友坑仓了今天 事实上都并没有因为这类事情就葬送事业 选秀咖是回去继承家产了 李嫖虫是犯法了 并不是被鱼琴逼迫退了圈 所以胡连星应该也不会因为这个事被封 此外,胡连星家里是有钱有门路的 而拍了胡连星这些视频 最后间接导致了严重后果的他 所谓前男友也是内娱出了名的鱼室 现在捧他的男大佬,女妇婆也不少 有他们这些人往下压 这事也未必能闹到台面上 至于说这种私密的东西为什么会流出来 目前比较靠谱的说法是鱼室和胡连星乱来的阶段 他本身是被母妇妇包养的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和副婆断了 重新有了新的干爹 但副婆在得知他借自己尚未期间 还敢出去偷薪就怒不可遏 所以一气之下出手了 中上,某剧组之前选人的标准 一直标榜说是选硬汉 其实,现在大家可算是明白了 他们这是帮白马会管的头牌们 在那于二次就业呀 有这个有点连续 没有什么有点连续 有点连续 有点连续